請各位看到我們接下來的這個小單元 也就是動物是怎麼樣在大觀園中存在的 那這一點各位注意一下 它非常的重要 雖然我知道我們以人為本位的這個中心意識之下 我們確實很難把自己的關心擴及到 另外的物種身上 但是我要提醒各位 事實上人類要感覺到一種幸福 它實際上是真的必須打破物種的界線 所以第一位以這個動物行為學 獲得諾貝爾獎的這個卡拉德勞倫斯 他就曾經說過一段非常發人深情的話 他說人要真正獲得幸福 其實就是要回到那一種物我不分的這個境界 但是由於文明的發展 由於歷史的進展 使得人類就脫離自然越來越遠 以至於我們其實是在一種非常心靈孤獨的狀態 那麼因此他下面講了一段很有趣的話 他說所以我們現在為什麼有很多人 喜歡養一隻小狗養一隻小貓 因為那四隻腳的動物跟在我們的身邊 其實就好像我們跟已經斷了線的那個樂園 重新恢復了連結 所以我們在牠們身上其實是感受到 單純在人類社會裡面所得不到的 那一種物我交融的境界 所以那些小動物們 我們養在家裡的 陪伴在身邊的 牠事實上是引導我們重回樂園的一個使者 可以說是跟斷掉的那個樂園之間重新建立連結 那麼所以如此說來 我們必須跟各位做個說明 中外所有的有關樂園的描述 對於樂園的構述裡面 其實有非常多的特徵是相通的 其中第一個當然就是男女自由平等主義 所以大觀園這個非常明顯 尤其是在怡紅院 但是還有另外一點非常的重要 那就是人跟物之間平等和善 然後彼此交融的一種天積和諧的狀態 所以這在所有的樂園裡面 這都是一個必要的條件 因此我在這邊先跟各位特別提醒一點 這個我想恐怕我們得到紅龍夢3的時候 才有時間以一個單元來跟各位分享 那所以我只好在這邊先提醒大家 太有趣的一件事情是記不記得 這些公子小姐是在哪一回搬進大觀園 真正進入到相對上絕對的一種樂園 是在第幾回 是不是第23還記得嗎 那麼剛搬進去的時候 好吧 我提醒你們注意一下 在剛搬進去之後 我們的寶玉是不是覺得已經無憂無慮 人生載無他求了對不對 心滿意足 那麼在這個時候來請各位翻到363頁 他所寫的第一組詩很有意思 我把他稱之為樂園的開幕送歌 這個就是四時即時詩 把春夏秋冬這個四季的循環 那麼一一的以詩來對應 那麼我為什麼把他稱為樂園的開幕送歌 就是因為裡面非常如實的全面的 反映了樂園的特徵 那麼在這個樂園特徵裡面 當然有所謂的男女之間的這種平等 跟自由主義 可是也有誤我的一種美好的交融狀態 那我只提醒你們 這個春夏秋冬這四首即時詩 請你們注意裡面不斷地出現 美麗的女性的家人身影 可是也同樣頻繁地出現動物的這個善良 與這個美好 那這個我們現在以後只能夠用一個單元 來這個專門談它 但是現在已經沒有時間來跟各位詳述 所以我們還是得回到大觀園的構設 所以這麼一來我們先請各位注意一個總論 那就是既然所有的樂園都一定有 人跟動物之間平等和諧相處 而沒有這個屠殺啦或者是榨取啦的這種 尤其是人以優勢的這種態度 所進行的這些壓迫的關係 那麼我們就來看一下 那古代的相關描述有哪些其實是觸及到這個重心 那麼最有趣的是以中國的古典學術來說 儒家當然是最主流的一個看法 而且儒家呢 這以他的人本主義而構成他的鮮明特色 所以以人為優先 以人文的安頓作為他整體的核心 然而即便如此儒家並不停頓於此 各位都還很清楚的記得一句話 叫做名無同胞 物無與也 物也是我的同類 所以儒家在做一個君子的修養 不斷超生的過程當中 事實上他的終點 也就是說他的終極境界 絕對不是人類社會的和諧 什麼君君臣臣附附之死而已 請注意就在中庸 這是四書之一 他裡面就提到一句話非常的重要 我覺得我們多數人沒辦法 因為我們是人類又是一個優勢物種 所以我們通常呢 這些話就會忽略不見 那時候我要特別提醒你們 這跟大官員的這個樂員性質是完全一致 所以中庸說萬物併喻而不相害 我們應該是共存共融的 彼此相輔相成的是彼此幫助對方 而不是用一種優勢的一種姿態 來凌駕甚至去壓迫對方 所以就我們現在來講 人類其實我們的文明面臨很大的問題 幾乎可以這麼說 只要人類一出現 對其他的物種來說 就是代表死亡與毀滅 我覺得這個是不對的 好 那所以回歸到儒家的本身 他事實上也在提醒我們 事實上一個真正的君子 一個人文主義到達終極境界 我們還是應該要達到萬物併喻而不相害 因此同樣的在儒家的經典裡面也提到 他說君子應該是要參天地 然後讚化欲 就是我們要參透天地的奧妙 然後我們要去鑄成 請你們注意讚就是鑄的意思 我們要去鑄成那麼大化的這一種滋養 那麼要讓萬物能夠蓬勃生長 所以他說真正的君子呢 要做到參天地讚化欲 所以我想我們對於儒家的理解 恐怕有一點點片面 而這個是我們的無知 這個是我們自己要調整的 所以在這樣的概念底下 那當然更不用講道家啦 道家根本上是不是跟這個 萬物根本是和諧唯一 甚至莊子說我做夢的時候變成了什麼 蝴蝶 就是對他來講人跟物 甚至跟一個昆蟲 事實上是沒有界限的 是平等的 所以才會有物與物之間的流轉 互相變化 所以很明顯 莊子絕對是一個萬物平等主義者 因此在他的那篇 就有一篇專門在講什麼 奇物論 各位還記得嗎 那麼萬物是與我一體 所以天地與我並生 而萬物與我為一 好 這個是那個莊子說的 所以各位你們可以看到 中國最重要的兩家思想 實際上當他們的自我修養 對人類的精神理想 那麼提升到最高境界的時候 其實絕對是跟萬物是平等和諧在一起的 而不是為了人類的利益而片面的去榨取 所以我們來回歸到傳統 那些很原始很純樸的樂園描述 其實他們也都體現了這一點 只不過莊子跟儒家以高度的智識 那麼跟他們高度的思辨力 那麼把人類做了更精細的 一個是由內一個是由外 做更精細的一個認識跟要求 然而他們都還是同樣告訴我們 人類的最高境界事實上 就是到達這樣的一個樂園的境界 好 所以各位請看一下 那麼《商海經》是中國古老的神話的 一部這個一個紀錄 裡面當然保存了很多遠古時代 出名們他們的一個生活理想 而他們的生活理想裡面 你會發現很有意思 我做過一點整理 尤其在《商海經》裡面 他只要說到某一個地方 有鳳凰在飛舞或者是鳳凰出現 你就知道那一定是樂園 好 那所以鳳凰代表吉祥 代表這個一種太平盛世的一種徵兆 這個是你們都非常熟悉的 然而呢 然而我要特別進一步提醒的是 當有鳳凰歌舞的那個所在地的 那個所謂的樂園 你往往就會同時注意到另外一個特徵 就是百獸相與群居 或者是原有百獸相群是褲 所以換句話說 百獸其實是跟人類很平等 而且是共享這個世界的 那人類並不優於其他動物 那更不可能去意識他們 驅破他們 獵殺他們的 那所以他們是在一個彼此在大自然的 一個規律裡面 那麼構成一個生生不息的生物網絡 好 所以我們就看到 山海基裡面只要有鳳凰出現的地方 同時都有所謂的百獸相與群居 或原有百獸相群是褲 那這個呢 我希望各位可以注意一下 那當然啦 莊子外篇裡面 雜篇裡面 其實也有類似的描寫 比起奇物論那種非常抽象的哲理 他當然就是一個非常直接 非常素樸的描述 在馬蹄篇裡面呢 就有描寫過這類原始樂園的圖帽 他這段話蠻有名的 他說故智德之事 各位你們看一下是智德 在一個最美好最完善的一個世界裡 是什麼樣子 他說呢 山如西碎 那麼則五周梁 萬物群生 連署其鄉 禽獸成群 草木穗漲 這麼一來呢 人跟物之間彼此毫無很閒猜 然後呢 萬物也不會因為看到人最多死神的來臨 就充滿恐懼喔 所以呢 禽獸可矽跡而游 那麼鳥雀之潮可攀緣而窺 所以他說智德之事 同與禽獸居 足與萬物並 好 所以我想各位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不管儒家 道家 然後呢 還包括《傷海經》 這個呢保留了原始出名的 一個生活理想的一個文字記錄 事實上都告訴我們這一點 那麼因此呢凡是一個樂園的存在 它多都一定會有這個層面 因此呢 我們下面呢整理了全書當中 那麼這些公子小姐們 他們的日常生活裡 是怎樣點點滴滴觸及到 人跟物之間呢毫無閒猜 那麼彼此忘記 而能夠共享這一個 隨著四季流轉 然後呢生生不息的世界 那麼我們簡單帶大家看一下 因為這個並沒有那麼的 我覺得對你們可能沒有那麼重要啦 雖然我自己覺得很重要 但是呢這個整理 我們還是呢可以做一個總覽 那麼在第26回的地方呢 你看23回大家已經住進大觀園裡 那麼所以以下我們所蒐集到的這些資料 都是他們大觀園生活的一個景觀 那這個景觀 我們當然現在聚焦在動物上來看待 那麼例如呢在第26回就有提到 林黛玉啊就在慶芳橋邊站著 因為他要到怡紅院去 那路上呢就在慶芳橋 剛好看到了各色的這個先例水琴啊 在池中獄水 所以他就站著呢欣賞了一下 然後再到怡紅院去 那當然就被那個正在生氣的情文給遷怒 那一段我想你們可以自己再去 從頭到尾讀完 然後這個是其中一個例子 所以你看他會對動物那種非常活潑 美麗的那個生機與身影 而感覺到一種美好 然後呢他們欣賞這個美好 所以事實上他們呢 也能夠去幫助這種美好 然後呢各位請看一下喔 那不只林黛玉啦 那寶釵醫師也曾經鋪蝶對不對 那這個鋪蝶當然不會傷害到動物啦 我必須先說一下 好不一定喔 這個只是好玩 當然你還是可以很無情的說 那既然如此你幹嘛讓這個蝴蝶這麼害怕呢 驚恐這個竄逃 這當然你們也可以這樣去質疑 不過我想我要表達的是說 這個鋪蝶維系呢 基本上它是出於一個趣味 但是呢不見得會對對方造成傷害 這個我們還是可以簡單說一下喔 然後呢寶釵不但鋪蝶維系 然後之後又跟探春呢 他就在池邊看魚啊 然後看賀在這一個拍赤舞蹈喔 那你看他們都可以以一種神美的眼光 然後欣賞這些呢 萬物們所展現出來的各式各樣的姿態喔 那麼另外呢寶釵也曾經在藕香蟹 就掐了桂花的蕊幹嘛呢 桂花蕊把他丟到水裡 那麼就引得浮魚呢上來這個 這個應該叫煞蝶喔 總而言之就是引得那個魚以為是 那個好吃的東西就浮上來 那你就可以看到呢 人跟物之間也有這種有趣的 這一種近距離接觸喔 那當然不只林黛玉寶釵啦 另外還有誰 像探春 曾經和李丸 席春 那麼就站在垂柳印中看歐路 這個要注意喔 欸 原來還有水歐 那還有白露絲這些 那大家呢也有看花的 也有弄水看魚的 所以你看天上飛的 水裡游的 甚至在地面上跑的 其實都在大關玉裡面呢 獲得安妻之所 跟所有的公子小姐們一樣 他們也在這裡得到了 他們的樂園歲月 好 那當然呢 我們繼續往下看喔 剛剛說的這是第38回喔 那接下來例如到了62回 那更多了 那麼寶釵等他們來到慶芳亭邊 哇 這些人呢 通通都已經出現了喔 包括襲人 襄林 戴書 一個版本叫釋書也可以 那麼素雲 秦文 社月 方官 偶官等等 十來一個人都在那邊看魚做耍 所以他們絕對不會拿魚叉來 把他什麼之類喔 好恐怖喔 充滿血腥殺戮 沒有 他們其實就是欣賞這些萬物存在 本身就是美好 只要他好好的活著 這就是一種美好 我們應該要有這樣的一個心態喔 所以不要把他關在籠子裡 好 我們也不一定懂要把他據為己有 好 那麼當然還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就是在第30回啦 怡紅院裡的襲人啊 秦文啊 那麼他們就在那個大雨時呢 大家就把那個水溝堵住喔 讓水呢就淹 淹沒整個院子裡 幹嘛呢 然後把一些綠頭鴨什麼的踩鴛鴦 然後通通把他抓了來 就把他看他水裡 在那個院子裡面水上玩耍喔 當然這個我們現代人還是不應該做 知道嗎 還是不要傷害他們 不過基本上他們只是好玩 應該不會殺生的 所以有條件的保留 好 另外請各位來看一下第26回呢 又有描寫到寶玉 好 我們現在回來看寶玉 那寶玉為什麼放在後面呢 因為我等一下有話要說 那寶玉他是在百無遼瀨 無精打采的午後 他信部呢就出了房門 然後在回廊上面呢 就調弄了一下這個他所養的這些雀兒們 然後又順著這個順芳熙看了一會金魚 那你可以看到這就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 好 那尤其我們這位寶玉 我下面沒有補充 來 可是你們都知道第30幾回的時候有提到 曾家的婆子們呢離開了寶玉之後 就在評論這位呆公子有沒有 說這個公子很呆嘛 這麼個呆法 就是看到天上的星星月亮 就跟星星月亮說話有沒有 看到了魚就跟水裡的魚說話 那時常沒人蓋跟前就咕咕弄弄的有沒有 你們會去跟魚說話嗎 今天給你們的功課 我們始終沒有給大家這個homework對不對 今天的功課是請你們在這一週內 一定要做到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請你去抱著 我們椰林大道上面的椰子樹 抱三分鐘 好 去體驗一下那個寧靜 這個很重要 第二件功課呢就是請 也許你可以注意一下沒有旁人在的時候 可是你一定要做 到我們的醉月湖 去跟水裡面的魚說話 看到烏龜也可以 好 然後呢就跟他們說一會話 而且他真心誠意知道嗎 做一次就好 好 那我覺得這個很有意思 我偶爾會這麼做 我覺得非常有用 因為真的一瞬間 你真的可以感覺到一種忘我的 一種所謂的神秘混同境界 那個是一位美國漢學家 他在研究道家的時候 那麼他所提出來的一個專有名詞 他認為道家在做的努力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已經被放逐到人文的世界裡面 第一個飽受時間流逝的這一種 直線型的時間觀所帶來的痛苦 另一方面呢 人跟自然的分裂 因此他認為道家其實一直在努力 要人類去努力的事情 就是恢復那一個跟整個宇宙 神秘混同的那個境界 所以他們要什麼小國寡民 要什麼奇物 要什麼 我覺得這個滿有意思的 事實上我們的老莊真的是苦口婆心 但是我想聽得容的人真的很少 那這個我們可以再努力 好 所以大觀園裡面 那麼人與魚鳥 那麼真的是相親為歡 這個是他們生活中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 那麼具體的落實在各個屋舍 我們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不同的個性 他們怎麼樣體現人跟動物的關係 而其實都還是樂園式的特徵 那首先我們就先看肖香館 因為肖香館是劉姥姥跟元春回來 或者醒親或者來遊逛的一個 正式路線的第一站 那所以我們先看這個肖香館 那肖香館養的動物呢 我考察出來主要有兩種 一種真的是比較是純天然 但是他已經是半巡氧化了 所以比較像是家禽 可是他又有相對的自由 那就是第27回所寫到的燕子 那這個燕子呢 我覺得非常感動 因此我希望你們還是把這段仔細看一下 那個是在第425頁 好 我們來念一下 就在425頁星號的後面呢 那我們寶玉就要來找黛玉 但是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已經得罪了黛玉 黛玉已經又要再生氣不理他 所以這個人實在是滿容易被侵犯 滿容易生氣的 所以林黛玉完全呢不理他的 回頭就叫子涓說 這是第三行 他吩咐子涓把屋子收拾了 那麼撂下一扇沙涕 看那大燕子回來 把簾子放下來拿獅子椅住 那燒了香就把爐罩上 一面說一面又挖一子 根本就不理會寶玉 所以寶玉當然心裡也納悶 不過太了解黛玉也知道自己 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得罪了他 好 所以總而言之 各位你們有沒有發現 這一段描寫非常有趣 我們林黛玉是也關心到燕子 不得其門而入的問題對不對 原因是燕子住在哪裡 從這一段的描述 好 顯然呢 如果你把那個簾子放下來 那燕子就無家可歸了 他半夜要在外面流浪 那實在是太殘忍 所以他特別吩咐子捐 等燕子回來之後再把簾子放下來 所以很明顯燕子住在哪裡 不夠精確 不能說是屋子裡 因為他們的這個建築物 因為書中沒有很明確的描述 所以我們不敢斷言 但是我想比較恰當的一個說法 應該是肖香館可能會有一個走廊 一個回廊 所以燕子應該是在那個廊道的屋簷下 那但是那個走廊因為還是有一些柱子 或者是欄杆門窗的設計 所以會有那個窗簾 所以我想他有可能就住在屋子裡 不過我不認為這很可能 因為這些公子小姐們是很愛乾淨的 所以可能是在正式的屋內的空間 跟外面的露天空間之間的那個廊道 那所以無論如何他跟人 還是整個是生活在一起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林黛玉表現出 對這個燕子這麼樣細心入圍的一種體貼 而且所以你看特別吩咐子捐 那我想這個就展現出林黛玉真的也有很可 不是也有 他本來就有很多可愛的地方 所以我們讀者會喜歡他 不是沒有道理的啦 那所以就這點來講 也可以看到林黛玉真的還滿道家精神的 真的是這個萬物與我唯一 可是我們要多花一點的時間 是在另外一種動物 就是他有養鸚母 那麼他養的這個鸚母當然非常有名 成為一個經典的畫面 他是不是叫鸚鵡讀他所作的詩 而且甚至於在沒有教導之前 這個鸚鵡就已經不知不覺耳濡目染 那麼以他的聰慧 就把林黛玉隨口迎成的藏畫儀 是不是也備了不少了對不對 比你們還用功 好 所以請各位來看一下532頁 好 這個是第35回 那這裡提到的這個鸚鵡當然非常的重要 我有很多話要說 為什麼這個鸚鵡是養在硝香館 別的地方我們幾乎都沒有看到描述 我用幾乎的意思是說 大觀園裡的其他的這個建築 完全沒有提到鸚鵡 那麼全書當中只有一個地方有提到鸚鵡 那個是在榮國府的賈母的正房 好 聽得懂 大觀園裡面只有蕭香館有提到養鸚鵡 但是大觀園之外 只有賈母的正房有提到養鸚鵡 那麼這代表什麼意義呢 當然事關重大 所以我們先跟各位做一個說明 那這個532頁這段描寫 當然非常的動人 所以你們可以自己欣賞 可是我想做一個學術上的補充 第一點就是這種條弄鸚鵡 尤其是在閨房之中一個女性空間 那麼這個少女或者是少婦 跟鸚鵡之間的這種親密關係 其實事實上是中國抒情傳統裡面 尤其是詩詞非常常見的一個畫面 並不是曹雪芹所獨創 那麼我必須告訴你們說 我追蹤到的最早的在詩詞裡面 描述到這個畫面是在中堂 好 白巨詩就有 那婉堂像張碧 那例如說像李商隱 他們都透過鸚鵡來傳達很多的訊息 那當然在花間詞 五代之後宋詞裡面 尤其宋詞是幾乎是一個女性文學 裡面主題主要就是美女與愛情的 那麼這個歸中的空間 那麼跟鸚鵡之間的那一種微妙的互動 那當然也是詞裡面非常常見 所以這個畫面雖然很美 但是它事實上淵遠流長 這要跟你們提醒一下 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進入到那個 《紅樓夢》本身 那為什麼只有林黛玉的蕭香館 養著一隻這麼聰明 這麼可愛這麼貼心的鸚鵡呢 我們下面要跟各位補充幾件事情 第一個 鸚鵡跟我們黛玉的關係 真的蠻密切的 除了真的有一個活生生的鸚鵡 在她的這個房裡之外 有沒有注意到 她情童姐妹的貼身大丫頭 本名也跟鸚鵡有關 好 那這個就是子娟 對不對 子娟原來在賈母那邊的時候 是不是就叫鸚鵝 好 這個是在第三回有提到 那所以我們賈母身邊 不但養有真正的鸚鵡 而且她所欣賞的得力的丫頭 其中一個就叫鸚鵝 這個絕對不是偶然的巧合 那她就把她得力的助手 就給她最疼愛的這個外孫女 這當然意義 象徵意義是很明確的 好 所以總而言之 我們請各位來看一下這個 我們講義上已經做了幾個重點 我分成三項 其實它要分別從三個角度 來說明為什麼蕭香館會養鸚鵡 首先第一個這個已經是很早很早 中國傳統中對鸚鵡的這個動物的文化象徵 那就是在禮記驅禮裡面就有提到 鸚鵡能顏 好 這個是2000多年前中國人早就發現了 不過我要先跟你們提醒 古人是怎麼看到鸚鵡的知道嗎 好 那我跟你們說明一下 鸚鵡是這樣子的 它在比較早的時代 有中國的原產地主要是在北方 但是還有一些其實是從關籠 請你們注意鸚鵡的主要產地主要是在北方 而且主要是在偏西北的所謂的關籠地區 那那邊出產的鸚鵡蠻多的 那鸚鵡當然各式各樣 主要當然非常的華貴 而且也非常的聰慧 所以它當然被人類所捕獲的時候 身價大增 那無形當中也為它帶來捕獵跟囚禁的命運 那這個在傳統的人文社會裡面 當然已經例子非常的多 那麼在這個禮記的驅離裡面呢 它就以這個鸚鵡能顏 作為它最重要的特徵 那當然到了我們現代 野生鸚鵡大概已經真的是不多了 那麼例如最慘烈的一個生態 上面的一個慘烈的一頁 那就是幾乎大概被視為是所有 東南亞各地老虎的祖先的華南虎 華南虎那個是原產地在中國 已經滅絕了 完全滅絕 那這個是沒辦法 人類不斷的自我擴張 那所以我們這個走向是有問題的 好啦 那所有的動物 幾乎都是淪落到這樣的局面 那所以我們要理解過去的人 他們怎麼看待世界 恐怕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障礙 因為像莊子 像孔子 他們身邊到處都是各式各樣的動物 所以對他們來講觀察自然 生活在自然當中 無形當中體會到非常多的這個哲理 所以莊子才會說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萬物有對不對 似實有成理而不說 然後對 似實有明法 對不起 我這個背錯 似實有明法而不義 萬物有成理而不說 所以對他們來講似實的運轉 宇宙的切化跟萬物之間 許許多多為妙的訊息 真的帶給他們非常多智慧上的衝擊 而讓他們領略到人類 可以無限超越的那種可能 但是我們現代人已經沒有辦法了 我們已經被文明困住 而那個文明是越來越精細 步調越來越快 以至於你落入到一種無盡的追尋之中 所以你們的手機都在無限升級 對不對 那我們這種人就很怪態 抗拒這樣的進展 所以我是沒有手機的人 那所以OK 每個人自己的選擇 知道自己要什麼 自己可以去做決定 好 那所以我們現在就請各位 就回到我們的這個中國傳統裡面來 那麼他們對於英武的認識呢 就滿深刻 滿多元的 來 請各位看一下 英武能言當然最主要的呢 其實就是來展現他的聰慧 很聰明 所以他能夠學習大概目前為止 只有人類所能夠使用的語言符號 當然對英武來講 他不是在使用語言符號 但是因為他的器官非常巧妙 所以他可以能夠如實的模仿 那這個對人類來講 當然就覺得這個動物很聰慧 但是更重要的是什麼呢 這個聰慧表現在他的口才上 好 那各位請注意 這跟林黛玉的連結在哪裡 林黛玉很聰明就不用講了吧 所以他罵起人也非常巧妙 所以可以這個貶損別人 然後不見血跡 這個也很聰明才能做到 只是他用錯的地方 但是他真的非常聰明 而且他口才是不是非常好 沒錯吧 那所以呢 請各位注意 我們這邊做一個補充 事實上呢 在很早的時代 我們有一些學者已經注意到了 賈母最喜歡的當然就是孫女們對不對 好 這些少女 但是不是所有的少女都能夠贏得賈母的歡心 事實上他喜歡的少女有兩個條件 知不知道 賈母會疼愛的人通常是有具有兩個條件 當然一定要漂亮 這沒有辦法 這這這這我們要到小說跟戲曲裡面 做女主角要被聚光燈照耀凸顯 你非得有外貌不可 這個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所以我們用不著忌妒 我們在角落也可以生活得很快樂 好 那另外呢 另外呢 除了漂亮這當然還不夠啊 還有一點很重要 就是一定要靈力 那個靈力當然主要是從這個言語上 上面來表現的 那這個是薩孟武 薩孟武先生他其實幾十年前 就已經注意到這個現象 就你一定要漂亮 然後一定要靈力 當然第一個先決前提 就是你一定要是你很年輕 所以他們都有很多的歧視 我們都在開玩笑 好 那所以呢 請你們注意賈母最疼愛的 第一個就是林黛玉對不對 那丫鬟背的他最疼愛誰 秦文嘛 所以他是不是根本上是要把秦文 算 將來他其實心理的盤算 算是要把他給寶玉做妾的有沒有 你們還記不記得這一段啊 所以你們還要再看一遍嗎 就是我們的王夫人把秦文撵走之後 他是不是得回來向賈母報告的有沒有 為什麼 因為秦文是賈母的人知道 所以你等於有一點越主帶跑 所以你當然要向他回報 所以透過賈母的那段話 其實非常明顯他不是說嗎 容貌啦或者是什麼針線 沒有人急得上他的有沒有 那個都是指他很有才能 那當然秦文的那個口齒伶俐 這也是他很鮮明的一個特徵 好 所以這個是賈母 我們從他的立場來說明 那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所以我們剛剛提醒囉 事實上在《整部紅的夢》裡面 提到有養鸚母的地方 一個是不是就是賈母的所在 一個是不是就是肖香館 所以這中間這個連結 事實上是一致的 好 那當然這中間的連結還不止如此 來 我們請各位看第二個重點 那麼就像我們剛剛所提到 鸚母是非常珍貴的一種 所謂的真情 因為他很難得 所以通常呢 一定都要是珍貴的人家才養得起 而且才能夠擁有這樣的一個真情 所以我只找了一個比較具有代表性的 這個唐詩來請各位看一下 是唐代胡浩在同菜府起居永鸚母 這是一個標準的永物詩 我們昨天的文學史才剛剛上過 所以是一個標準的永物詩 那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邊他非常清楚的提醒我們 鸚母是書姿制 它的風姿非常的特殊 與眾不同 所以也不要忘記 這也是鸚母的一個重要特點 它絕對不是長得像烏鴉 也不會長得像鴿子 那個就太平凡了 太不起眼了 所以我們的鸚母是非常的華貴的 所以我們等一下再說 那重點在於因為他的聰慧口才 跟他的外表的華貴使得他地位非凡 所以你看鸾黃得筆尖 什麼叫鸾黃得筆尖呢 就是他跟鳳凰是同一個等級的 那你不要忘記 鳳凰根本是神鳥了 那所以鸚母是被提高到這樣的高度 所以你們看下面 長尋金殿禮美化玉階前 所以你要注意金殿玉階 當然指的是皇宮嘛 所以你要注意在這裡 就是很直接的提醒我們 鸚鵡來到了人類的世界裡面 他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好不好 那這一點呢 我們可以再做一個補充 同樣是唐代的詩 是鎮渝的這個金揚門詩 裡面有提到 這個不是詩歌內容 是指他前面的一個序 這個序很好玩 等於算是唐代流傳的一個傳聞 他說呢太貞養白鸚鵡 太貞是誰 楊玉環啊開玩笑 他等於是實質的大唐皇后尾 你不要忘記 是受到唐玄宗數十年的寵愛的一位 真的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一個尊貴人物 然後他就是養白鸚鵡 所以只有這等人才養得起的 是貴族甚至是皇室 然後他養的是白鸚鵡 那白鸚鵡因為他比較特別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所謂八蛋鸚鵡啦 好難聽喔 可是你們不要誤會 那個只是音很近 可是其實就是白鸚鵡是這個 那八蛋鸚鵡還有好幾種類型 都滿大隻的 然後很聰明很可愛 可是好我們下面等一下再講可是 那他說這個是西國所供 你看西國就關籠那一邊 那可能更是那個西域那個地方 那所以這個都是舶來品是很珍貴的 那麼所以辯會多詞 你看這個辯就是指他懂得分辨語言 甚至分辨情境 他很快能夠掌握情況 你們知道鸚鵡可以聰明到什麼程度嗎 我要跟你們極力推薦一本書 雖然他可能跟你們的自我成長沒有關係 可是我覺得那本書非常好看 第一個 第二個呢 我覺得他可以澄清人類的很多無知的誤解 這麼一來也許我們就可以幫助更多的動物 那一本書就是康拉德勞倫之 我認為最容易讀的一本書 就是《索羅門王的指環》 好 歡迎你們去看 只要兩三個小時就可以讀完 可是太精彩 那其中有一個例子他就是提到說 他就是提到說 他當然是要告訴我們說其實動物 你們有沒有聽過一些傳聞 就是有些馬或有一些狗狗會算數有沒有 那變成很奇特的這個奇聞 那他也因為是動物行為學家 所以他做過研究 那當然他的結論是告訴我們說 動物其實不會算數 好 他其實只是非常敏感 那麼能夠感應到主人的微妙的心意 那個微妙的心意 也許透過一個眼光的閃動 甚至是身體語言 我們可能都沒有察覺到的細微的一個震動 他就感覺到了 所以當他要動物去算數的時候 其實動物是不會算的 但是因為主人知不知道答案 可是你知道答案的時候 你已經不自覺透過很多訊息傳達出來 那人是很遲鈍的感覺不到 可是動物可以敏銳到這種程度 所以他感覺得到 所以他就察覺到 這個就是我主人說的意想中的那個 所以我就指出那個數字 那當然答案是正確 所以就變成一個非常這個珍奇的一個傳聞 那康樂德勞倫是在告訴我們說 不是的動物真的不會算數 但是他們的敏銳是因為他們沒有語言 所以使得他們的感官無比發達 所以甚至可以這麼細微的 體察到主人的心思 然後他就舉了一個鸚鵡的例子 非常好玩 因為他是德國人 用的是德文 那就是他有一個朋友 養了一隻非常聰明的鸚鵡 然後大家都覺得實在是聰明到不可思議 就是說當主人家請了客人 然後當然就聊天啦什麼的很高興 可是最奇怪的是呢 只要客人到了那個衣帽間 就是從沙發站起來 然後到衣帽間 拿了帽子跟要去拿帽子跟外套 就是要告辭 好奇怪 在有這個動作之前 他們家養的鸚鵡呢 就會滴滴的說拿Alphavitazine Alphavitazine 這樣才對 怎麼就要拿 拿就是Nammer Alphavitazine 就是再見 旅逝不爽 就是奇怪 然後那些客人都覺得很奇怪 結果我們都還沒有動作 為什麼他就知道我們要告辭 然後他就先事先說 Nammer再見吧這樣子 所以大家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他們就要開始做各種試驗 其中一個試驗是 那大家就先串通好 我們就假裝站起來要告辭 懂嗎 大家就先說要假裝 結果沒想到那一次 是鸚鵡完全沒有反應知道嗎 因為他知道你們是假裝的 好 就完全沒有跟你道別這樣 所以這個精彩就在哪裡呢 就是說他真的不是靠你的外在表現 靠你的語言來判斷你 因為動物他沒有語言 所以他得要發展其他各式各樣的 感官的理解 以至於他真正掌握到的是你的心思 那個是騙不了人的 那人類只能騙人 或者騙一些笨的動物 好 總而言之 好 總而言之沒辦法 那所以鸚鵡真的是聰明到這種程度 我們舉這個例子只是要告訴大家 林黛玉養鸚鵡 這當然跟他的聰慧是可以互相映襯的 而且你看變慧多詞 他能夠細細分辨 然後非常的聰明 然後還能夠有很好的口才表現 所以來 尚由愛之 這個尚就是唐玄宗 因為這是太貞所養 那玄宗也非常喜歡這隻白鸚鵡 那麼所以就給他一個名字叫做血衣女 所以你看已經把他擬人化好 那麼就在皇宮當中無比尊貴 好 那這個呢我是要提醒你們 顯然我們林黛玉養鸚鵡 主要也是要來襯托他的尊貴的身分地位 林黛玉在賈家那是炙手可熱的寵兒 你們千萬不要搞錯 真的 這一點分辨清楚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否則你對很多的情節就會有判斷的錯誤 對很多人物的行為也會有錯誤的理解 然後我們就開始的又落入到常識裡面 薛寶釵就是嫁禍就是什麼 真是夠了啦 我們要重新理解好嗎 好 所以我們舉這兩段例子 是要告訴大家林黛玉能夠養得起鸚鵡 那是因為他在賈家地位崇高 而這跟鸚鵡在中國文化裡面 所累積形成的這樣的一個地位 那是完全一致的 好 那第三呢 我們要跟各位說明的是 那這個鸚鵡當然他兼具內外 各方面的優越條件 好 那外在呢 除了他的這個多詞跟太陽 他這個能顏的這個特點之外呢 他的外貌也使得他呢令人矚目 來 我們引的是白居易的這個紅鸚鵡詩 那請各位看一下講義喔 那麼白居易描述到 安南道祭紅鸚鵡 什麼意思 安南遠祭紅鸚鵡啦 所以你看這也是從一個比較遠的 邊垂地帶進貢而來的 那剛好就在路上遇到啦 請看色似桃花 羽似仁 有沒有 注意喔 羽似仁這我們剛剛講過 鸚鵡能言啊 什麼這個會辯諱多詞啊 這個都不用談的 現在請注意 色似桃花 好 所以剛剛有雪衣女是全白的 全白有全白的那一種尊貴 那麼桃花之美那有她的這個華燕 所以鸚鵡呢 她以各式各樣的方式來展現她的美麗 那各位請看一下 下面呢 她說文章便會皆如此 好 所以這個都毋庸置疑了 請往下看 龍鸚 你們念龍侃也可以 龍鸚何年初得生 好啦 這個第四句 是我們在第三點所要強調的 請你們注意 愛之是足以害之 那麼鸚鵡呢 受到人類的寵愛 可是就使得她要淪入到一種囚禁的命運 這個就物種本身來講 每一個生命本身來講 這當然是一種大不幸 所以呢 文人們設身處地 然後呢 這個站在這個生命本身的立場 她當然會感覺到無限感慨 就是說你如果不要那麼出色 就沒有人會注意你 沒有人注意你就不會成為追捕的對象 然後你反而可以在野外呢 與天地逍遙 那所以這個當然文人也有 他們自己本身的這個兩副痛淚 要藉這個鸚鵡來發書 不過呢 這確實觸及到 這個生命本身的這個苦難 那所以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 李商敏的這個日社這首詩 這首詩非常的美好 我把他稱為是一個像靜物般的小品話 他捕捉到呢 歸中世界的一個小角落 在無限安靜 也因此無限寂寞的 歲月在此停頓下來了一個美麗的少女 只能夠在百無聊賴的狀態當中 那麼對鸚鵡傾訴新生 好 所以請各位往下看 他說日射沙窗 風汗飛 香羅釋首 春勢唯 我們重點是要請各位看春勢唯 美好的歲月 美好的青春 就這樣子的呢 白白在歸中給虛號待寂 因為呢 很明顯這是一首歸院詩 然後呢 他沒有辦法突破規格的界線 也只能夠像金獻局一樣被動的等待 而因此他的青春就這樣子的 在這樣的空洞當中白白被虛號 所以回廊四河 眼寂寞 碧鸚鵡對紅牆圍 那各位請看碧鸚鵡對紅牆圍 那是一個多麼寧靜 雖然色彩繽紛的畫面 然而能夠見到這樣一個庭院中的角落的 這個碧鴻相見 鸚鵡 牆圍 互相揮映的畫面的人 那又是該何等的寂寞 那麼我從武俠小說裡面學到一個道理 古龍教我的 他說寂寞的人才會去數花朵 那是李循環終於好不容易找到墮落的 已經半死的那個阿飛 所以跟他聊起近況 然後阿飛就說我知道 昨天的梅花開了幾朵等等 一聽到這個話李循環心中就一沉了 知道嗎 因為他非常了解 會去數花朵的人他真的是寂寞到極點 好 那所以我們的中碗唐詩 也有類似的一首閨院詩 提到類似的這個情況 他說這個 這個什麼蜻蜓飛上玉燒頭 有沒有 有一首詩 你們可以回去查 那為什麼這個女子 什麼春日凝莊下翠樓 有沒有等等 那什麼蜻蜓飛上玉燒頭 玉燒頭就是他 沾在法紀上面的一個玉座的首飾 可是蜻蜓怎麼會飛上玉燒頭呢 很簡單嘛 因為這個少傅是不是已經站得太久 久得彷彿一尊靜止的雕像 而他又渾身散發著美麗與芬芳 是不是跟花園就融成一體 於是蜻蜓不宜有他 就飛上他的燒頭停在那裡 這無形當中不言可遇 詩人真的非常沉痛 又非常委婉地告訴我們說 這是一個多麼寂寞的女性 那所以我想我們這邊李商榮 對女性的處境跟心靈 當然體貼入微 我覺得李商榮是一個 非常女性化的一個詩人 那所以他就很這個這麼巧妙的 精準的把握到 歸中庭院的一幅小小的角落 而創造一個靜止的小品化 但是這中間真的是無限寂寞 好 那所以我們這個補充這個部分 主要是要讓各位了解 這個真的是從鸚鵡身上 很不幸的是看到了一種 幽闢自連的一種生涯 以及他的這個特殊性格 這個當然是為了來闡述林黛玉的 而我們再來補充幾句 有關鸚鵡這個命運的詩句 其中有一位是萊狐 那麼你們不認識都是唐詩 他的鸚鵡詩就講到 你看色白還陰疾血衣 有沒有 這個講的都是白鸚鵡 那麼另外又有一種就是 嘴紅毛綠那麼羽人旗 你看嘴紅毛綠 我們現在可以看得到這種綠色的鸚鵡 那所以這又是另外一種非常華貴的品種 可是請各位往下看 第三句跟第四句是我們現在要著重的 他說年年所在金龍裡 何似龍山賢處飛 所以你看他們都是從關龍地區 千里迢迢離鄉背井 然後流落到人間 可是人間給他的是什麼 雖然疼愛他 但是給他的是一個囚禁的生命 至死不休 這個真的是一個很殘酷的一個待遇 那我們杜甫的這個鸚鵡詩也提到 他說鸚鵡含愚思聰明亦別離 所以他很聰明 但是他又註定只要被人類遇到 他就要面臨離別的命運 那離鄉背井 然後呢 這個千里的跟親人的阻隔 所以他說你看 翠金魂短記 紅嘴曼多隻 各處的有關鸚鵡的特點 他通通都觸及到了 所以他說好可憐啊 這麼一個優美 這麼樣突出 這麼樣子的鮮明的一個動物 卻面臨的是未有開隆日 他從此之後註定要被囚禁 於是他的故鄉也只能夠空等待 所以空殘就數之 那杜甫當然就感慨了 杜甫是一個非常博愛的詩人 他常常把別的生命注意不只是人類 他常常把別的生命的苦難 當做自己的苦難一樣來體認來感慨來傷心 這就是杜甫的特質 所以他最後說 世人連覆損何用羽毛期 你看這就是人類的通病 你戀愛他 可是你卻偏偏又損害他 這不就是所謂的愛之世主以害之嗎 可是我們人類為什麼常常在犯這種毛病呢 我們愛一個生命愛一個對象 為什麼常常卻造成對他的束縛 跟對他的壓迫呢 那所以人類真的沒有智慧 因此我們才要常常的自我努力 要超越自己的人性 然後我們才能夠避免 那麼落入到這樣一個平庸人性裡面 所以這個是我們看來虎跟這個杜甫的 這個相關的描述 好 所以回到這個紅樓夢 林黛玉的這個養鸚鵡呢 請各位也要注意一下 林黛玉第一個因為他是女性 女性本來就注定要受限在規格之中 否則我們的財高那麼至高財經的探存 也不至於那麼的悲憤有沒有 他不是曾經說嗎 如果我是個男人我早就出去了對不對 偏我是個女孩家 他是一個最具有進步意識 能夠體察到女性的處境 以及這個處境的原因的一個女性 事實上我覺得他比賈寶玉 比林黛玉更有前瞻性 事實上我們把林黛玉跟賈寶玉的革命性 什麼實在是過分膨脹 真正前瞻性的 那麼具有高度的反省能力的 能夠察覺到這個存在的本質 跟他的原因的人其實是探存 那真不容易啊 在那個時代每個人都安於女性 那樣的待遇的時候只有探存意識到 不對 這裡面有問題 可是我沒有辦法抗拒 可是我們的探存也沒有莽撞到說 我就去革命 結果把自己搞得一塌糊塗 所以這個女孩子真的是非常特別 她有親民的理性 但是絕不流於莽撞的這一種橫衝直撞 那這個我們等到人物論的時候再多說 好啦 所以第一個 我們林黛玉的鸚鵡也體現出 她所謂的這個優弊的這種生活型態 一則是因為她是女性 二則也是因為她獨特的個性 你看我們的探存是不是乾脆 覺得三開間實在太窄是不是把她打通 有沒有 至少我視覺上得到一種開朗 然後她還有一個小翠堂有沒有 可以公私分明然後等等 那我們林黛玉不是 她就在那個一明兩岸的 小小兩三間房舍裡面 整天是不是用書把自己圍繞對不對 某個意義來講也讓自己陷密其中 那不願意也不能自拔 所以我想這個鸚鵡的這個獨特性 跟林黛玉應該是息息相關 那於是就太多的自憐情緒就因此而滋生 結果反過來把自己淹沒 而沒有辦法很開朗的來面對生命 好 那這個是我們把這個鸚鵡 養在硝香館的幾個可能的解釋 來跟各位分享好 第二個重要的 大觀園的處所是怡紅月 那麼怡紅月裡面養什麼呢 我們講義也有告訴大家了 我們首先可以發現 她養了很多的雀鳥 那這個在第25回跟第26回都有看到 你們自己再去附案原文 不過有一個特殊的這個鳥類 我們要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就是在第36回有特別提到 這個來 這個是透過寶釵的眼光 說她要來怡紅月的過程中 她獨自行來 然後順路就進了怡紅月 那為什麼呢 就是要找這個寶玉彈獎 遺解五卷 那不想一入院來呢 鴨雀無紋 一併連兩隻仙鶴 在芭蕉下都睡著了 好 那你有沒有發現 人跟動物都睡成一片 然後大家都很開心享受這個安賢的午後 那請各位注意一下 原來怡紅月養的是什麼 仙鶴 那這當然是有原因的 那仙鶴在中國傳統文化裡面 它是不是就是一種仙境 會出現的一種鳥類 尤其它又代表長壽 那麼在道教興起之後呢 這個鶴啊簡直就是跟鳳凰一樣的那個類屬 就是同類的 同屬的一種鳥情 所以呢 既然這個大觀園 是為寶玉良生打造的一座樂園 那當然它的所在地就養著 那麼如同仙境才能夠呢 出現的這種仙鶴 那這個我們就不必多說 反正寶玉享盡榮富貴對不對 又是富貴場跟溫柔鄉的 所以它所擁有的東西 大概也都是人間罕見 這個就不用多說 那麼下面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道香村 養的是雞鴨鵝 這個我們不是早就在第17回就見過嗎 為的就是要跟它非常富貴氣象 一喜皆盡的那個農村 好 純樸的景觀相映襯 那這個當然就沒什麼好說 我們好像對雞鴨鵝都分辨不出來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無話可說 來 各位請看一下 下面就是我們要多做解釋的 就是呢 我們考察了全書之後發現 橫無苑秋爽齋跟紫林州暖項目 這個四個地方 完全沒有看到有任何動物的身影 那這個到底代表什麼意思呢 我有一些話要跟各位同學談 首先 首先 以橫無苑跟秋爽齋而言 沒有動物其實是有一個非常合理的原因 那原因是他的屋主來請各位看一下 這個原因都不一樣 我們要分開來談 橫無苑跟秋爽齋的屋主呢 其實有一個共通的特性 就是他們其實都是世俗人文主義者 世俗沒有不好的意思 這個世俗我們用的是西方 對於這個secular的一個定義之一 所謂的世俗就是跟宗教相對啦 就是我們不是在一個超越界 那麼以這個宗教信仰的世界為真 而是把它放在人類所生活的這個世界 然後我們的關心 我們所思考 我們要解決的呢 都是人所在的這一個城市的結構 叫做wordly structure裡面 所以這個就一般就叫做世俗人文主義 因為這個世俗是相對於宗教 超越形而上的那個世界的意思 那當然啦 因為我們人的周遭太多的是非 太多的繁雜 然後呢 裡面所處理的都是這個人文 就是跟人有關的這些問題 所以基本上他們都大致屬於這個世俗人文主義 而且呢 這在中國來講 他主要都是以這個儒家為核心 那我們的探春跟寶釵 他們非常儒家這是沒有問題的 只是他們的個性啊 還有表現形態 當然還是有一些差異 那但是呢 依照這個儒家世俗人文主義的 這個標準來看 很容易的 他們跟動物之間就比較沒有那麼親密的關係 為什麼 這個是我想了很多年之後 我後來讀到一個這個 曾經在我們台灣求學過 那現在呢也是美國的一位很優秀的漢學家 他們研究的就是中國的儒家思想 道家思想這一些 那所以呢 我們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是安樂哲先生 他曾經有做過一個說明 我覺得這個說明呢 淺顯易懂 可是其實是很驚訝的 就是說安樂哲先生說啊 傳統儒家觀念 傳統儒家觀念認為野獸人和神之間的區別 其實純粹是來自於文化 就是看你有沒有文化 那你這個文化層次到什麼地方呢 就決定你是哪一種人 請注意喔 這個觀察非常的重要喔 我們總以為神是因為擁有什麼超越的能力 重點不在這裡 重點是你在文化上達到多高的一種成就 所以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說周公治理作業 可是還記不記得更往前推的一些神話內容 都告訴我們說 很多的這個中華文化重要的文化器物 是不是都是什麼謠啊 順啊等等所發明 有沒有 或者是什麼 什麼忌啊或者是什麼什麼之類 就是因為這些文化英雄之所以能夠成為王 成為聖 其實就是因為他們掌握到最高度的文化 那一般人就只有普通生活中的文化而已 那野獸對他們來說就是完全沒有文化 純粹自然的一個產物喔 所以真的這一點很重要 真的是儒家的觀念 所以他是用文化來區分這些神啊 人跟動物 野獸之間的差異 因此也可以說那些享有重要文化資源的人 他就有資格來受人崇拜 那麼而那些游離於主流文化之外的人呢 就會被視為是無益於動物 你們知道嗎 這就是跟我們之前跟大家提到的一件事情 是互相呼應的喔 其實我們跟各位提到過 在賈家這一種貴族誓善上層階級 是不是禮教非常森嚴對不對 因為禮教就是一種文化 而且是高等文化 那麼所謂的平民 所謂的庶民 甚至呢更所謂的賤民等級的那些丫鬟們呢 他們基本上就比較不受禮教的束縛 那原因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你們只是平民 沒有受到什麼文化教育 所以呢禮教也不會去要求你們 這一方面是公平 因為你沒有受到什麼文化資源 所以我當然不給你 要求你付出更大的努力 可是另一方面其實也就是把你定位在 你跟動物是差不多的 那動物當然就不必要求禮教嘛 這實在太奇怪了對不對 所以呢 所以這真的是儒家精神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喔 可是我們從小沒有人教我們 那我希望呢 我們透過這個機會 來認識一下喔 所以請各位要注意 這個如果再延伸下去 其實會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喔 但是呢 當然跟我們現在的主題無關啦 那我還是跟你們提醒一下 就是因為用文化來界定人的地位 人的意義 有沒有文化呢 基本上就決定你是人還不是人 懂意思嗎 好這麼一來就有一個嚴重的問題了 如果再往下延伸喔 你們知道嗎 性別 性別一放進來問題就大了 那麼因為男女之別再加上呢 整個文化的運作 女性是不是幾乎不受教育的對不對 女子無財便是得嘛對不對 女子只要獨立的女賺什麼 你可以好好的操持家務 然後提供各式各樣的服務 假如是這樣子一來的話 那麼婦女就非常有可能 就不被視為人來看待 瞭解嗎 而這是事實 我們來看看五金 五金這個也是西方漢學家研究過的 他研究過五金裡面的所有的女性形象以後 得出一個結論 那個結論是五金裡面的女性 是不被當做人來看待的 而被怎麼樣來面對她們呢 就是她們把女人喔 就當作是妻子媳婦跟母親來對待 懂嗎 而妻子媳婦母親或者女兒 這些角色是不是都是相對產生的對不對 都是依附著他旁邊的男性 而產生的一個身分 一個位置 可是他並不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他不是一個人 懂意思嗎 因此女性的成長 女性各種問題 就完全沒有像男性那麼複雜 那麼受到關注 而這不也就來自於 因為婦女是沒有文化權利的 她沒有享有文化資源 這樣懂嗎 所以這後果會非常嚴重 所以任何文化真的 他裡面都會有一些他各自的問題 那我們最重要的是先去好好理解他 然後我們盡量希望能夠避免他的弊端出現 因為走到極端 女性其實處境就會非常悲慘 因為他無異於動物 懂嗎 那但是呢 當然各著文化還有他很特別很精緻 很複雜的地方不是這麼簡單 那我只是說 如果這個觀念推到極端 放在性別關係裡面 那搞不好就會非常嚴重 那這個是提醒大家 好 回到我們的紅樓夢 因此薛寶釵既然是一個 真的是完全徹底的一個儒家信徒 他作為一個典型的世俗人文主義者 我們將來人物論的時候 薛寶釵的部分會特別來跟各位定義 什麼叫做世俗人文主義 但是你們現在先聽一下 好 總而言之 這樣的一個人物 當然他對動物就比較不會有特別的這個關心 因為他不在人的世界裡面 好 那所以我想跟各位提醒一下 所以因此我們薛寶釵的紅樓 那一部是像雪洞一般 好 那顯然人文的東西對他來講 其實都是在自信的吸收 心靈的轉化 然後那麼更不用去急於一個 沒有文化資源的動物了 所以在他的生活裡面 恐怕就不可能抱著歐小陽一起睡 這就不可能了 好 總而言之這個是給你們做參考 那麼至於秋爽齋的屋主賈探春 那不用講了 他事實上也是一個儒家的一個君子 還記不記得用行捨藏有沒有 他的所作所為都是達到儒家所認可的 君子的一個最高點半 那麼但是他比薛寶釵不一樣的地方是 他是一個精敏陰發的女英雄 他特別有一種積極入世 你們不要忘記 他真的是站在第一線 跟惡勢力給予迎頭痛擊 這個人他不像薛寶釵一樣 所謂的霹靂陽秋 懂得用那個所謂的 這個藏魚手鐲 探春不是這一型 他是哪一型呢 他真的就是那種鞠躬盡瘁 然後有了權力 他會好好的去施展他 而不是濫權 但是他會好好施展他 所以這個人啊 我告訴你們探春真的很辛苦 因為他真的是站在第一線 跟這個社會由庸俗的 甚至是醜陋的人性 進行肉搏戰的一位女英雄 所以你看嘛 他是不是當場就給了那個 王善寶家的一巴掌有沒有 那真的是肉搏戰啦 你要注意 可是不要笑 真的我覺得那很辛苦 要是要我去做 我打人家一巴掌 我大概心裡面很不舒服三天 雖然那個人可能真的很該打 可是那真的很辛苦 所以探春有他不足為外人道也的痛苦 可是那痛苦不是你們一般 所以為的什麼敵術之爭 這個呀他根本不看在眼裡 這種女英雄眼光看到無限的高空 隨意你這些小蝼蚁之間的那些紛爭 所以真的不要去誤會他的人格 好 因此呢 這位精敏而因發 真的是一個女中豪傑的人物呢 我把他稱為女英雄 這個不只是我說的 有一些清代的評點家也是這麼看待 他事實上所致力的是什麼呢 是人類存在的理性提升 這是我對這個人很簡單的一個概述 他跟薛寶釵不一樣 薛寶釵是接受既有的世界 然後去維持他和諧的 甚至是比較好的運轉 但是他並沒有想要去改變他 探春不一樣 探春是致力於只要是人類 你就應該要有一個自我要求的 理性的提升 所以他要求自己 同時呢他也往往對於那些 跟他碰觸到的人呢 有的時候就難免 也會有這樣的氣象出現 那我覺得探春這個人 對不起 我覺得我現在比較喜歡他 所以多說一點好話 但是我是真的看到他的優點 那我認為我們東方人 比較缺乏的是這一種 好一點的比較像是薛寶釵那一種 就是比較是順時 然後呢牽話 然後藏魚手鐲 習是寧人 然後就維持既有世界的這個運轉 好 那要不然有一些呢 其實可能就根本也沒這個意識 然後就順著本能再生活 我覺得我們有很多要思考的地方 所以各位要好好努力 那探春我們以後再說 好 那麼至於迎春跟習春呢 他沒有養動我覺得有另外的理由 那麼這個說來話長 我們要等那個人物專論的時候 提到這兩位 我們才能夠詳細多說 現在只能夠簡單提到 簡單說我認為迎春跟習春 他們事實上呢都屬於病態人格 那麼當然不同類型 這兩個呢形態完全不一樣 甚至可以說是南原北側 可是他們都屬於病態的人格 那這個病態人格呢 不是批評他們的意思 而只是在說 他們的人格結構裡面 真的有一些事實上的是 跟正常人不一樣的地方 而這個呢非戰之罪 因為他們也有他們的地獄要面對 然後加上他們的天賦個性 然後在不同的這個成長的環境底下 結果就塑造出他們這麼很偏執 然後很不健全的一個人格型態 所以簡單說以迎春而言 他的病態人格是 他跟世界的相處模式是一味的順意 一味的逆來順受 然後呢一味的取消自我 然後呢就只要說這個世界 你不要傷害我 我也不要求你們 只要大家相安無事就好 他用的是這種消極退避的方式 來尋求人跟世界的這個和平共處 那麼但是呢習春不一樣 習春的病態剛好相反 習春是跟一億的逃避 就是我認為這個世界很骯髒很醜陋 可是我擋不了這個世界 所以我唯一能做的就是 不要讓這個世界污染到我 但是我太小 不要忘記我跟你們說過 一直到七十幾回提到習春的時候 都還在說習春年幼 習春小 那麼所以對這一顆小小的幼苗來講 他已經很早的意識到這個世界的污濁跟醜陋 但是他沒有辦法抗拒 唯一的抗拒就是把所有的力量 都用來保全自我 所以可是你一個女孩怎麼保全自我呢 所以他就拼命逃 逃掉這個世界 與這個世界一刀兩斷 所以習春最早最早在紅樓夢的敘事過程當中 所開口說的第一句話是什麼 你們知道嗎 我後來意識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心裡面真的是非常心疼 所以我跟你們提到過 我最心疼的其實是這個女孩子 那當然其他值得心疼的女孩子還有很多 但是一路下來 我一個一個好好的去認識這些人物之後 我終於感受到一件事情 林黛玉真的有一點 有一點不是全部 他真的是無病身影 他太把注意力都放在自己身上了 以至於不能客觀的來看待自己 然後很主觀的自我陷秘 那老實說這真的就是你自己負責 你要把自己養成這個樣子 請你自己負責 所以我對他現在反而沒有太多的同情 不是我無情 而是因為我更認識到其他人 各式各樣的地獄之後 我真的覺得林黛玉啊 你的地獄是你自己打造的 所以我作為一個旁觀者 作為一個外人 我也無能為力 但是我看到很多其他的女孩子 他事實上真的是非戰之罪 他的地獄不是他自己打造的 而是他真的是生在一個很特別的環境 然後他有很特別的天賦 結果整個加起來 這個人就完全扭曲 那這個說來話長 我們以後有機會再說 那麼請各位翻到第七回 好不好 很微妙啊 我們看過喜一春第一次出現的時候 是不是在第三回有沒有 林黛玉來到仁國府 然後我們作者透過林黛玉的眼睛 把這三個女孩子一一做一個描述 結果最奇怪的是在喜春身上 只說他身量位足形容上小 完全沒有特徵的一個寫法 有沒有注意到 連迎春都還有很多話來描述一下 沒有個性也可以是一個個性 所以他就多作描寫 但是喜春根本還來不及發展他的個性 因為他太小 但是他的小跟他的環境呢 整個結合在一起 那真的就創造出這麼一個獨特的悲劇類型 所以呢請各位看一下這太奇怪了 我第一次意識到這一點的時候 其實心情非常的沉重 而且覺得很難受 我覺得怎麼會這樣呢 這個不可思議耶 那我們讀小說的人急著看下面 尤其急著看寶貝的愛情發展 你就忽略掉這一些 那麼現在我們希望大家好好的來 為每一個人物停下腳步 你只有停下腳步來花時間 花心思 你才能夠體會到這個人 他到底是怎麼呼吸 怎麼成長 怎麼面對他的人生的困境的 那當然我知道每一個人都很忙 我們不可能對所有人都做這樣的事情 但是呢如果我們想好好了解紅樓夢的話 請你就要為紅樓夢裡面的每一個人停下腳步 這當然要花很多的時間 可是你不花這麼多的時間 你不可能真正了解他的 好 所以請各位看126頁 好 那就是周睿佳的來送公花的這一段 好 那這個太精彩了 每一個人的個性都呈現出來 好 那這首先呢 我們就看到中間這一段 好 那麼這個周睿佳的 來到席村的房中找不到他 人家跟他說他可能是在老太太那邊 好 於是呢周睿佳的就往這邊屋裡來 請看第二段的第二行 只見席村正同水月庵的小姑子智能兒 一觸玩耍呢 有沒有 見到他來就問他什麼事情啊 那周睿佳的就說明緣故啊 請注意 席村這時候開口所說的話 是他在紅樓夢敘事當中 第一次的自我表露 換句話說在這個之前 席村從來沒有說過話 或者說的話根本沒有什麼個性 那個不用講的 所以呢 這個當然意義深長 因為呢 作為小說家的特權 他絕對可以讓他的人物呢 在他的敘事過程當中 第一次說的話呢就有重大的意義 因為他可以標示這個人物的特色 他的性格 尤其這又是在席村很年幼的時候 所說的話 這無形當中 他傳達了席村很重要的一個性格核心 他說什麼呢 他說我這裡震撼智能而說 我明兒也剃了頭 從他做固子去呢 可巧又送了花兒來 又剃了頭 可把這個花兒帶在哪裡呢 說著大家就取笑一回 好 那真的我們看很多東西 常常就是視而不見 然後呢 視若無睹 因為我們沒有興趣 甚至因為我們沒有概念 對你不認識的東西 你基本上呢 就是沒看到 那所以當我有能力 有能力包括意志力跟包括認識力 然後呢 注意到這一段的時候 真的心情非常難受 我不明白一個這麼小的孩子 他恐怕還不到上幼稚園的年紀 因為你們不要忘記從第三回 他出現聲量位族形容喪小對不對 到現在是第七回 這中間紅樓夢沒有告訴我們明確的時間 他的那個年歷是很模糊的 但是呢 從很多的跡象來追蹤 這個時候他年紀真的還很小 恐怕真的大概就六七歲吧 大概這樣子 最多 可是這麼一個小小的女孩子 你有沒有發現 回想你們幼稚園 或者是國小一年級的年齡 好不好 你們在幹什麼 吃燒焦的紅豆湯 或什麼什麼 對不起 我只知道我的童年嘛 好 那你們可以想想你們的童年 那時候我們都還呆呆的對不對 然後不小事是 然後有東西吃就很開心 然後大概就是玩吧 對不對 趕快把功課做完 就可以跟小朋友出去玩耍 類似這樣子 然後很多東西都不明白 請問 請問 假家上籤的人 為什麼我們的喜春 他的玩伴是一個小泥菇 那或者這麼講 我們作者在呈現這個喜春的生活樣態的時候呢 他是安排一個小泥菇來跟他玩耍 那當然他們的生活中 人際互動有很多樣 這不用說 可是我們作者特別讓他跟智能兒一起玩耍 而且這個小小的女孩子 他的心願是什麼 要出家 這不是太奇怪了嗎 你讀幼稚園的時候會想出家嗎 不會吧 你根本沒有出家的概念對不對 所以這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當我有能力在這裡停下腳步 努力去揣摩這個小女孩 他在什麼樣的狀態的時候 我覺得真的我非常的沉重 但是這個沉重現在不必多說 因為我們大官員不能永不結束 那所以呢 我只能提醒你們 這個首先簡單說 他就是很小的時候 他就是一味的要來拋棄這個世界 他不要跟這個世界有關係 而出家是唯一非常合理的 來脫離這個世俗 這個城市的一種方式 那說來話長以後我們有機會再說 所以你看這當然是病態人格嘛 一個才五六歲六七歲的小女孩 就想出家而且這麼的执扭 你不要忘記他最後是不是 終究是出家去的對不對 那為什麼 這很奇怪的 所以我們說他是一個病態人格 絕對不是批評 而是我們想要如實的了解他 到底他的人格結構裡面出現什麼問題 那於是我們只好說 對不起 錫春真的符合 我們的心理學家所定義的 病態人格的條件 所以我只好把他說 他是一個所謂病態的逃避型的人格 那就一味的就是想要跟這個世界一刀兩斷 我不要跟這個世界相處 因為這個世界很可怕 他會污染我 簡單說就是這樣 好啦 而果然嘛 各位想一想 他的玩伴智能兒 能夠跟他一起玩的條件 是不是就是因為他是尼姑 尼姑是不是就是不染七情六欲 是不是本身就已經脫離這個世俗的人 而最悲慘的是什麼呢 這位能夠很親近的跟他玩在一起的小女姑 後來終究也發生什麼事情了 不也跟情宗偷情去了嗎 然後最後身敗名裂嘛 對不對 我再猜啦 當智能兒跟情宗的事情爆發 然後情宗後來不是被父親毒打 後來也生病死掉 那父親當然早就氣死了 整個一場混亂的悲劇 那智能兒是不是也流落不知所蹤對不對 這件事情曹雪芹並沒有多做描寫 沒有去告訴我們說 習春面對這一場真的是充滿了死亡 跟毀滅的災難他到底有什麼反應 可是我在猜對習春的打擊 應該是非常徹底的 因為連這樣的人 最後都逃脫不了世俗情慾的污染 那這個世界真的是無所遁逃於天地之間 所以這個人的性格 我覺得真的是非戰之罪 那所以我很心疼他我們以後再說 好啦反正啦 迎春一個是一味的順應 我配合你 你要什麼我都給你 只要呢你不要來害我 結果這樣的結果 當然也是把自己葬送嘛 我說的是迎春 那一個是你們都很可怕 我都不要你們 我們一刀兩斷 可是世界怎麼可能這個樣子呢 因為人一定是跟這個世界 是有千絲萬女的糾纏 結果到最後呢 兩個人都雙雙面臨不同的悲劇 好啦 總而言之 那麼這兩位的特殊狀況呢 使得他們的生活跟心靈 其實是處在一種很不健全的形態 那在這樣一個不健全的形態呢 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 子靈州的屋主迎春 他是一個軟弱 那麼非常懦弱怕事的人 他連自己都保護不了 有沒有 他的丫頭好像是秀潔吧 不就後來真的是 真的是非常的氣憤的說 姑娘這樣的軟弱怕事 到最後怎麼樣你恐怕連姑娘都會被賣了呢 大概是類似這樣的話 有沒有知道果然他確實是被賣了嗎 所以呢這樣的一個人 連自己都保護不了 他如何再去擇集於周遭的其他生命 你們不要忘記 後來有一個人誰是跟他住在一起的 也一樣被虐待被壓榨 到最後只好去當衣服 不然沒有辦法應付 行秀燕 所以你看他連周圍的姊妹們都保護不了 哪裡還能夠再去關心到那些小生命 所以呢他不會有動物在旁邊 那我們的錫春呢 他是一個這麼樣的一個很徹底的 某個人來講是很偏執的一個佛教信徒 他一心一意就是嚮往解脫了物 努力的想要捨離城市 來斷絕人間的一個人 他連血脈之親 故舊之情都不惜要拋棄的 請看76回抄檢大冠軍之後 他跟他的嫂嫂李丸 不是那個游氏所講的一番話 你就可想而知 他說呢 我只顧得了我自己就好了 我不管你們有沒有 所以他是一個很努力 因為他沒有力量 所以他只好把所有的力量 都拿來自保的一個人 所以這個人怎麼可能還有心去顧及到 那麼身邊其他的小生命呢 何況不要忘記一件事情 對佛教徒而言動物是不是處在輪迴中的最低層 佛教根本認為動物就是要來受苦 因為他前世造孽 然後就把動物的受苦合理化 這個我當然反對 我覺得沒有這種道理 虐待人就是不對 虐待生命就是不對 這個不能用一套什麼輪迴來加以合理化 所以對於他們來說 動物就是你前世造孽 所以你現在來受苦 然後呢你不但要受人類的宰殺 然後呢受到那麼多的傷害 那就是因為你身受無名之苦嘛 所以這種動物本來就是一個贖罪的形態 所以因此他恐怕也不會呢 進入到席村的關懷視野裡面來 那所以我們席村當然也不關心這些動物 你因此也不會在他的生活裡面 看到這些動物的生姿 好啦所以我們把這四個地方沒有動物的原因 那麼都做一個補充 那大概呢各位對這些人物的性格 就會越來越清楚